发菩提心是希望能够上求佛道 起大悲心则是希望下化众生 佛门中的究竟法与方便法似有矛盾 而实际上是相辅相成一体两面 菩提路上一切法门是为成就无上佛道 在成佛之前没有绝对的究竟法 故一切究竟法的落实在个体上及时方便 所以方便法与究竟法相辅相成 如颂念大悲咒或持佛菩萨圣号 即是方便法的一种 一般在你讲的中间 只要他无法开放的 但是我有在中心的这些善事 叫做方便法 普及我做的路 应用这个起庙是做金准 或是参会业中 这都叫做方便法 你如果比方都拜残了 这也方便法 这可以使我们的消却众 政法部 政地匪 这都方便法 啊什么叫出世法呢 出世法就是 这个道理 可以让你破网道 破网道 由心中 去政务出来 去开网出来 这些地匪 没中的地匪 这叫做出世法 但是众生啊 一定要有这些方便法完完 待会就完完出世法 他众生他业中现前的时尊 若无法报 他根本就无法受刑 人家说 不斗要 搖到我们哥哥 他要顧不斗 他才要去顧佛祖呢 不斗顧不好 有什么人 要去顧佛祖呢 所以说这个方便法 在佛祖也有开始 把过去世所做的这些 探亲戚 所做的这些恶业 参会丢 啊以后要怎么收货 啊收货的东西 要承讀这个目的地匪 啊这就是我们一般 佛祖来的政信 当我们了解到究竟法的毅力 就能够包容一切的方便法 进而超越一切宗派宗教的 视野与胸襟 不会有大小乘之分 更不会有宗派法门的分别 法级新闻无用曲 高雄采访报道